为什么美国现在要来跟印度手牵手呢 因为印度有人口红利嘛 大家知道呢 虽然中国的人很多 但是在今年4月份 印度的人口正式超过中国 人口比中国还要来得多 想想看未来10年会怎么样 以前的中国也不是现在这样子啊 但重点来很多人说 现在印度的经济可能越来越强 但它其实GDP还是不到中国的五分之一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MF的推算呢 你看现在德国英国呢 这个经济成长率呢 是0.1% 印度已经来到5.9%了 比中国5.2%还要来得高 所以他们现在就评估了 印度在10年之内 一定会超过德国跟日本 成为世界的第三大经济体 所以呢就可以看到 耶伦来了 美国财长耶伦呢 在7月17号呢 就跑去印度 好来跟印度的财政部长呢 一起主持双边会议 当然这个重要的合作呢 是要开发投资平台 但美国为什么要来印度呢 因为印度人多嘛 印度人多生产链 人口便宜的话呢 万一地缘政治的不平衡之下呢 我们是不是要找人 找国家来代替中国呢 这个时候 印度就是一个很好的帮手了 所以美国就提出了 有岸外包 什么意思呢 就是美国啊 跟可信爱的伙伴呢 我们一起来往来啦 降低对中国跟俄罗斯的依赖 那当然这样子 美国一招战局之后呢 这个对印度还有对 对美国 对俄罗斯跟对中国来说 会不会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呢 当然不利啊 当然不利 因为其实美国在 应该在十几二十年前 他也是这种想法 如果可以把中国 扶持起来 让中国可以顶住苏联 哇 那美国就轻松了 中国这么大一片 跟苏联之间的 那个边境线 四千公里以上 如果中国 可以变成我们 友好世界的一环 我让他富起来 我让他人民有工作 我让他十四亿人民 不要挨饿肚子 他说不定会改变 他真的富起来了 但俄罗斯就下去了 对他富起来了 俄罗斯就 苏联就瓦解了 对 那苏联瓦解以后 其实当时有一度时间 美国觉得很开心 哇 你看我们这身之灼剑 看得又深又远 对 让中国富起来 中国一定会走向 近乎民主之路 我不能说完全民主 近乎民主 可是呢 事与愿违啊 失败了 失败了 中国变成 继俄罗斯以外 最大的邪恶团 邪恶国家 那么印度 现在变成往南推 既然中国不行 然后俄罗斯又消退了 我就往南推 我就寄望印度 因为印度跟中国的交界 也将近两千公里 就有点像当时 唯独苏联一样 那么现在印度的想法是 印度比中国要来的 我觉得来的 聪明一点 滑溜一点 滑溜一点 他没有像中国当 因为当国是穷怕的 中国人真的穷怕了 也打仗打怕了 所以当时美国这个介入点 因为当时毛泽东 搞什么人民公社啊 然后是大要禁啊 搞得名不聊生 死的人比对日抗战 还要多嘛 所以当时 太棒了 如天降甘霖 美国的资源 全世界的资源 投资连台湾都去 让这个中国人民 突然间享受到 前所未有的这种 天降甘霖 可是呢 天降甘霖之后 习近平说 我有钱了我就要造反 我有钱了我就要称霸 我有钱了我就要 让中国的至尊站起来 那怎么办 只好寄托印度 那么印度会不会成为 第二个中国失败案例呢 现在大家都在观察 对 因为两个国家的 人民的这种特性 不一样 其实蛮像的 但是两个的组织 还蛮像 不只是这个土地啊 然后不只是人口数啊 而且印度跟中国 传统有一个 一样的地方 就是有贵族 总性的制度 印度的总性制度 比中国还要严重 所以说现在美国 进入之后 就是说至少 我把世界工厂转移嘛 向南移嘛 现在中国不可靠了 因为中国有野心 要开始对世界上 造成一些动乱了 那我找印度来合作 那印度的做法就是 我才不跟单方合作 我跟你美国合作 好啊 投资我啊 让我变大啊 然后中国 中国我只是跟你 打打停停而已 可是我们还是 继续来经济往来 所以为什么 它没有断交 打成这样 打了70年没有断交 就是印度的做法 就是才多边 我绝对不压一边 我压多边 俄罗斯 我也跟你买石油啊 你看这次 这个这个 恶无之战 对不对 印度照买啊 而且印度 还用很便宜的钱买 对 然后俄罗斯 对印度看起来 比对中国还好 为什么 主角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他看印度 要赶上俄罗斯 还要很长的时间 可是中国 在他长大 他会吃掉我 对 所以我的石油 宁愿很便宜 卖给印度 我也不要卖给中国 对对对 因为印度要追上俄罗斯 那可能普丁 做股10年 20年30年 也追不上嘛 因为距离差距 还蛮大的 可是你如果让中国 得到了这个资源的红利 它立刻壮大 立刻壮大 你真的以为 中国不想把俄罗斯 占取中国的领土药 当然想啦 到时候俄罗斯 江东64屯多大 整个东北多大 那个海参威 那些军港 他多想要啊 那只是现在俄罗斯 比他强 他不敢动 等到我超过你 我就动 所以俄罗斯 干脆我跟印度好 印度要追上我 还有一段时间 况且印度 还隔了一个中国 我威胁没那么大 所以这就是 地缘战略巧妙的地方 所以你看 中国跟印度 其实两边蛮矛盾的 因为人都很多 也想互相做生意嘛 那中国呢 想要把手机卖给印度 印度想要把他的 很便宜的电动车 卖给中国 那两边呢 就会互相来动手脚嘛 因为你看哦 之前呢 印度就没收了 小米200亿资产 那比亚迪的设厂呢 也因此夭折 因为印度就认为说 哎呀 你这个小米的资产呢 这些都是 非法转移的资金 所以我就扣你的钱 但是呢 你说210亿资产多吗 对我们来讲 真的是蛮多的 但对小米来讲 整个那么大的市场 这个算多吗 还好啦 哎呦 忍一忍就过去了啦 那包括了比亚迪 也是一样哦 之前已经投资了10亿哦 300多亿的台币哦 结果印度呢 直接说国安 一律为理哦 就给你拒绝了 这故事告诉你什么呢 你想要来我这边做生意 但是操支在我印度手里 不好意思哦 但是呢 你看看 现在这边也是一样哦 印度财政部说 小米啊 Opah Vivo啊 这些逃漏税 800亿卢比哦 你们都别想逃 有点像是在收回扣 跟一些 可能保护费 这种感觉之类的哦 有一些国家 你说我们这边是非常清廉的 我们不收任何回扣 这就是有回扣 这就是他一定要收回扣 就是你不给回扣 你想要来就做生意 对不对 中国应该很明白啊 中国常讲一句话 吃我的饭 砸我的锅 我是不容许的 你先到印度去 印度也跟你讲这一套啊 而且印度要的更狠 为什么印度要更狠 因为我的市场大 我的人力廉价 现在全世界应该算是 基层劳苦 这个劳工劳力最廉价 就是在印度 多嘛 他的人口已经超过中国了 其实中国本来人会更多的 他搞这个一胎制 整个压下来了 那么印度呢 他没有 你看印度每个家庭 说句实话 生产报国 光宗耀 他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但是呢 多子多孙 人口越多的国家 有一个最大的隐忧 就是你的人均的所得 很难提 非常难提起来 因为你人太多了 十几亿人 你要怎么把人均所得提起来 人均所得提不起来 你国家的这个基础建设 还有你国家的进步的 这种感受 感受不到 所以印度为什么 一直被大家觉得很落后 其实印度一点都不落后 很多去过印度 只是平座差距太大了 对对对 他好的地方超级好 你到他好的地方去 你说哇 这是印度吗 对这是印度 可是你转个弯 到另外一个巷子 你会发现 你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连厕所都没有 所以这样印度要在几年之内 才能赶上中国啊 不容易 我说实话不容易 因为其实 我就讲 印度人他有一个天生的特性 他很容易满足 满于现状 就是他这个 因为总性阶级 他本人就是奴隶 是最下阶层的 你给他一点满足 他就够了 够了他就不做了 那中国不是 中国是 你要给我 我还要更多 你要给我要更多 现在帮你做 明天变成我 明天你要帮我做 这中国人的个性 但是呢 印度有没有办法成为世界工厂 我觉得 现在西方也在评估 美国 这些需要 广大市场的国家 也在评估 所以说 叶伦或者是国防部长 不会只去一次 会去很多次 我能不能帮你 我看他